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喜 而骑士 我是你们的知心哥哥 绿巨人 行 那咱们接着 这不是钢铁金刚了 你忘了 不叫了 因为我觉得DC呢 我在叫钢铁金刚不太合适了 那绿巨人怎么办 绿巨人他敢名 他敢名知心哥哥了吗 那个咱们上期还接着上期来说 对 上期我们说主说的是超人和蝙蝠侠 对吧 然后稍带一提了闪电侠 然后这一期呢 我们主要来说一下守望者 还有威士纯杀队 对 因为DC就是突然发现 参差不及 电影要不是特好 要不是又特烂 所以而且 大家接受到DC的电影也比较少 所以咱们尽量解释比较好的说一说 大家有共鸣的说一说 其实我们说DC呢 主要也是因为蝙蝠侠守望者 然后威士纯杀队 然后也是因为下下 接下来要有超人上映了嘛 所以也说下超人 主要是因为这几个说的DC 但是DC其他的电影 大家看过的也确实比较少 然后质量呢 也确实没有什么保证 嗯 行 那咱们第一环节开始吧 好嘞 开始开始 一周的资讯回顾 这周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第66届 嘎那开幕了哈 这个时间是5月15号到5月26号 然后在5月 不对 在当地时间的4月18号的时候 公布了完整的入围名单 然后其中主竞赛单元的部分呢 共有20部电影 角逐最高奖项 也就是金棕旅奖 嗯 这里面呢 包含了中国的一部 美国的六部 日本的两部 法国的九部 还有荷兰的一部 墨西哥的一部 一共是20部 中国的这一部呢 中国终于有了 对 中国的这一部是 它可以说是打破了三年 连续三年 无缘嘎那主竞赛单元的一个尴尬的局面 对 是由 哇哦 是由这个贾章科指导的天注定 来打破了这个局面 呃 他曾经是贾章科在2002年凭借任逍遥 2008年凭借24成绩 呃 这次呢 算是他第三次入围嘎那的主竞赛单元 贾章科还是很厉害的 对 然后主演的是江武王宝强赵涛 嗯 然后这部电影是在这个当地时间的5月16日 也就是嘎嘎电视节开播的第二天放映了 啊 这是主竞赛单元的第三部影片嘛 天注定 哎 我觉得这片子不是王宝强还有江江武演的吗 对 就我觉得这俩人搭配就非常久 哈哈 嗯 就是弱智大包弱智 对 这部电影的时长呢是将近两个半小时 但是期间是无人离席 而且暴力的场面和苦幽默的台词 还数次引起了观众的低呼声和笑声 这个是媒体的反馈哈 嗯 嗯 然后这个电影呢 它是由四个故事串联起来的 共享的一个特性是暴力和愤怒 哎 卧槽 你这么说越让我感觉像昆丁之间 一张一张的 不是特别搭嘎吧 讲的确实是咱们中国老百姓的事 什么农村煤矿产权引发的腐败质疑之后的连环血案呀 嗯 然后打工物农二选一一什么呃 寻求枪声刺激的冷血抢劫杀手啊 还有做扫三多年没能转正 然后又误杀的防卫过当的一个杀人事件 嗯 还有一个就是90后的工厂男孩 寻父与爱之路啊 受挫 然后跳楼 知心哥哥是不是特别适合在夜里看 这这绝对都是我的题材 是我我会一手塑造这种电影 特别特别有意思 哎 你就是挺奇怪的 假人哥居然会拍这种片子 假人哥感觉一直都拍那种社会边缘的这种小角色 对啊 怎么会突然去暴力缺心呢 之前有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消息 说假人哥好像退出这个主流介绍 反正就是又跑到地下去拍独立电影什么之类的 反正听起来看这个剧情啊 感觉像是一个反映这个黑暗社会现实的这么一个电影 所以说呢 这样一部电影大家关心的肯定是过审的问题 但是假人哥说呢 天主电影不仅已经过审 而且预计在今年的秋天就要上映了 对 广电总局的心思永远不要猜猜猜猜 这部电影的名字应该叫罗德里格斯生长在中国 和大表哥的故事 然后假人哥说他自己是老是新顾创作 然后在考虑过审的这么一人 而且他是很保护自己的创作自由的 但是呢 虽然说这部电影涉及到动车事件 在内的很多的敏感的问题 还是过审了 反正还是可以看一下吧 但是反正现在没上映了 你想看也看不着 对 但是在就是说 跟甘纳展映展映了 然后其他的还有美国的六部 对 美国这几部呢 咱们主说三部吧 最香民谣是柯恩兄弟指导的 柯恩兄弟是第八次角逐金总旅 对 当然柯恩兄弟是常客了 是甘纳的常客了 希望他们得一个 再得一个奥斯卡 这个电影讲述的呢 是出生于纽约皇后区的民谣歌手 勒维恩戴维斯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民谣全盛时期的奋斗故事 还有竹台背后 史迪文索德伯格第四次角逐金总旅 讲的是著名同情面钢琴家 李伯拉斯跌宕起伏的一生 这篇其实最大的亮点 就是麦克尔道格拉斯 饰演李伯斯 然后马特达蒙呢 饰演他的童听爱人 对 硬汉吗 马特达蒙 还好吧 也不是很硬 还有 你是我 不是很多人问你 是不是gay吗 对 我们群里边有人说的 他们说为什么我只在节目里边 说过一个女性就是吴马森曼 其他人都没有说过 然后其他的各种不分 喜欢的都是男性 所以觉得你是gay 怎么回事啊 就没没什么回事 我我不是 那你还有什么喜欢女性啊 喜欢太多了 都是大胸大屁股的 接下来开始吧 接下来说 还有詹姆斯格雷 第四次冲击金总旅 带来影片是移民 这部电影呢 阵容是超级豪华 有鹰演杰瑞米雷娜 奥斯卡影后 马利安哥迪亚 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演员 还有 我也特别喜欢她 还有威尼斯影帝 杰坤 菲尼克斯 讲的是一个移民到美国的波兰女子的故事 美国的六部影片呢 咱们说三部 剩下三部是吉米皮卡尔 内部拉斯加和维亚永生 日本有两部 日本这个 这其中的一部啊 是我在所有这二十部里面真的比较期待的 就是咱们在2013年电视前瞻那个节目里 说到的盗考之盾 是三吃虫屎指导 汇集了大则龙夫 松岛太太子 藤原龙野 这些明星 讲的是一个杀人犯 因为杀害基隆大鳄的孙女 被悬赏实际追杀 然后五名特警 卫保犯人性命 渡过惊心动魄48小时的压界旅途 这么一个故事 但我觉得他拿不了奖 因为太暴力了是吗 就我感觉他个人的风格 不太对那个甘娜的口味 对我也 还有一部日本的影片是如父如子 法国有九部 当然这其中包括了一些合拍片啊 有法德合拍 法裔 还有法国和乍德合拍的 其中有一部呢 值得说一下 就是维生能术 他是好莱坞当红小生 瑞恩高斯林 与丹麦鬼菜导演 尼古拉斯温丁 雷福德的二度合作 他们俩上次合作 是王明驾驶 这部电影呢 让雷福德获得了 第64届干纳电视节的 最佳导演奖 瑞恩高斯林饰演的是 一个用泰拳俱乐部老板 演示毒品犯的身份的犯罪分子 他的弟弟被杀了之后 他就陷入了复仇的漩涡 法国剩下的八部是 咱们就报一下名 就不细说了 是花容月貌 还有过往 过往是由 伊茨别离的导演指导的 还有穿球皮的维纳斯 意大利城堡 麦克克拉斯 绝美之城 阿戴尔的生活 格里格里 还有两部呢 是分别来自荷兰和墨西哥 荷兰的这部叫伯格曼 墨西哥的是黑力 以上呢 反正就是这20部吧 咱们全都跟大家报了点片名 然后在这期的片单里面 我们也会给大家发送 反正是只有这20部 能够角逐 甘纳电影节最高奖项 金棕旅奖 但是我觉得甘纳有一个 特别好的事情 就是张雨季出席 然后被大家误认为是范爷 对对 这个是甘纳开幕红塔的一个段子 这回呢 就咱先说着装哈 范爷穿了一个粉色的礼服长裙 还是比较保守的 但是很大气 张雨琪呢 是穿了一席绿裙 是一个深微的开胸装 露暴乳 双球胸前荡 其实这个礼服倾向范爷以前的风格 有一点复古 然后呢 是饱和度很高的颜色 包括发型啊 还有张雨琪的轮廓 整个人都比较像范爷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特别尴尬 就比如说你 对于范爷来说吧 就感觉一方面大家都知道范爷这个名字了 但对不然号 但我具体范爷到底是哪个人就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 你说你是高兴还是悲哀啊 就是特别奇怪一件事 这个事呢 范爷也回应了 他说呢 我觉得他们外国人看 咱中国人是不是都一个样 看每一个人都是范冰冰 他说我觉得 他说我觉得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 但是他那个名字上写的是我的名字 其实如果越来越熟的话 老外就会越来越熟 那个认识你 了解的更多之后呢 就不会误认了 其实没有关系 别人也把我误认过别人 其实他们看中国人样 误认成为谁 巩俐是吗 其实他们看中国人样子 就有点分辨不出来 那个样子 就是范冰冰 我有个问题 这次干纳红台有没有那种什么 着装怪异 怪异礼服 然后站在红台上久久不肯离去 要保安 就怪异啊 这也分着说 怪异 我是觉得张子怡有点怪异 一个三毛的短发 然后穿了一裤子 这回 对 反正是 我觉得他挺知性的 其实 对 但是你看到那个造型了吗 我觉得不是 我看了 不是很美啊 那个meatball嘛 那身礼服叫做meatball 他那个裤子吧 就是配的特别 而且他那个发型也是 是不是摩斯打多了 摩斯 人家现在是走成熟路线 当然张子怡在一代宗师里面 还真是美得出奇哈 不过其实范爷的意思就是说 长成那样的 大家都觉得是冰冰 其实 真的是轮廓挺像他的 而且呢 在说这个采访的时候 当时崇龙大哥坐到旁边 然后崇龙大哥特别逗 当时说到张雨琪的时候 还皱了一个眉头 撇了个嘴 说这是谁啊 然后偷偷问身边的人 身边的人可能大概跟他解释了一下 然后他说 哦原来是他 哦 都是山东好海 对 对 发言还说呢 就是对于这次红产乌龙的事件 记者采访的时候 他还说 山东姑娘吧 心都比较大 其实我也挺喜欢她的 我看过白鲁远 很喜欢那部戏 太违心了 他们穿简直是 没有下线 这么烂的片 主要还说好 其实不是演员的问题 而是媒体的问题 范言呢 是呼吁了一下 是呼吁了中国的媒体 不要踩中国自己的演员 大家出去亮相 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们 这是一个好事情 不要一直踩踩踩 把自己人踩死了 有什么意义 是应该鼓励我们 去做一些更好 更完美的东西 范言是这样回应的 反正认错了 其实也无所谓 是无所谓 就是我觉得 就刚才我 但是你知道这种事吧 媒体肯定是 肯定是要大作文章的 媒体是就怕没事的 对呀 唯恐天下不乱 咱们说完了 这个呢 还有一个事挺逗的 这个礼拜 就是朱莉切双乳事件 对 我觉得这个事挺逗的 不是切双乳 人家是切乳线 不是切双乳 就是因为这个 所以特逗 其实因为朱莉的大奶奶 最近让很多网友 是心神不宁的 因为是这个事 怎么回事呢 他通过纽约时报 宣布将进行双 双侧乳线的切除手术 体内 因为他体内有遗传的 那种容易诱发 乳线癌的基因 他所以说 他患乳线癌的几率 是百分之八十七 然后中国网友 就乐开花了 开始各种啊 有加油骨劲了 有支持到底的 还有饿完叹息的 还有让皮特 切双手表忠心的 对 就乱了套了 其实呢 切除乳线 这个乳线只占乳房的三分之一 然后你再加上一些 填入的填充物之后 所以这个奶奶的外观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就是说乳线 其实不影响外形啊什么 都不影响 对对 就其实这根本就没什么事 只不过就是切给乳线 但是很多媒体呢 他是把这个标题 给写为了切双乳 其实也是做一个噱头 是这样的 所以网友才有点慌 有的人就 对不安了 然后其实在中国影视圈 乳线癌的 德国乳线癌的明星啊 比如说林妹妹 陈小旭 台湾女歌手阿桑 演员李媛媛 都是因为乳线癌死亡的 然后蔡琴 汪明泉 梅艳芳什么的 还有一个凯丽米律 梅艳芳好像不是吧 是吧 不是吧 不是乳线癌吧 不是我记得 公顶癌还是什么的 当时不是说他说我要当一个女的 如果没有凶的话 我就不完美了之类 他就没有切了 是吗 我不记得这事了 外国的明星就是凯丽米洛 他得过 他们这几个是受到过乳线癌的折磨 但是还是保住生命了 对 对 然后你这样说了很多中国的消息 然后我这边看了一个消息 我还挺感兴趣的 就是说 卧虎藏龙要确定要拍续集了 这个续集是文斯坦制作 袁和平指导 然后这个 又是文斯坦 对 但特别不能让我特别以诧异的地方 就是真子丹要出演 就是续集的主角 他在山下把那个谁张子怡接住了 这里边好像没有张子怡了 但是还有杨子雄 杨子雄还是演那个谁啊 余秀莲 然后这个片子 被发歌了是吧 对 发歌不是死了吗 对对对 然后这个片子 但是被张 被那个真子丹接住了呀 用永春的全封给接住了 对 这个片子应该是在明年的三月 在亚洲就开机 然后 开机呀 那早着呢 对 因为因为这个片子 他还是 就咱们之前说过 是改编王杜卢的小说嘛 然后这个续集 同样还是改编他的小说 是叫贺铁五部曲的最后一部 也是改编这个 估计 可以可以看下吧 如果对一还有点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看吧 对 我还是喜欢李安导演的一 那当然了 想重温一的话 可以去听一下我们以前做的李安导人专题 还有一个国外的消息 就是复联的消息 复联的导演乔斯伟登透露呢 红女巫和快银两个新角色 已经正式被加入复联二了 这个红女巫和快银 绿军介绍一下呗 他们是一队双胞胎姐弟 什么你说坏银 谁是坏银 你是个坏银是吗 红女巫和快银 他们俩是一队双胞胎姐弟是吧 对 好像是 好像是一队兄妹 然后他们的父亲 就是万磁王 不是 就是说 他俩第一次出现的是在1964年的 X战警系列漫画里面 然后呢 又出现在了 复首者联盟的漫画里面 对于他们的作用呢 这个导演乔斯伟登就说 说对我来说有意思的是 红女巫快银代表着与复联 格格不入的一方 因为他们的出现呢 会阻碍事情的进展 它是不会加入 起促进作用的新角色的 在漫画原著里面呢 红女巫是受到万磁王的控制 后来两姐弟加入了复联 成为了美国队长的左膀右臂 快银呢 是本名叫皮特洛马克西莫夫 有快速移动的超能力 红女巫原名是旺达马克西莫夫 他能控制事物的发展趋势 掌握的是馄饨术 不过这个红女巫的能力是有限的 所以在复联2里面 他没有能阻止 阻止大反派灭霸的出现 有传闻是说 希尔沙罗南有望成为 红女巫的试炼者 不过这小妮子现在才19岁 还是比较年轻 然后关于钢铁侠的消息呢 乔斯伟登说 尽管在这个钢铁侠3的片尾 钢铁侠已经脱胎换骨 炸掉了自己的所有的战甲 但是没有人会真的以为 他不会再穿上战甲了 所以当记者问到 钢铁侠是不是会回归复联2的时候 乔斯伟登的回答是很肯定的 就是会 复联是2015年5月1日 北美上映嘛 咱们中国的劳动节 但是复联它里面没有 没有蜘蛛侠和金刚狼 总共让我觉得很奇怪 这就是电影嘛 就是最早在去 在前年还是去年的时候 本来是有 有过这样的 我看过这样的稿件 说的是要有蜘蛛侠的 都后来不知道 为什么就没这信了 说不定当时就又改了 版权问题 对啊 谁知道呢 地球说不定那时候已经毁灭了 反正 就是 我最近看了一个新片 对 咱们说新片吧 最近上映的电影 对 我觉得值得还是挺值得 可说一下的 就是中国合伙人 对 其实也是刚上 我 闹胎套 对 这个片子 对 其实 这个黄教主在这部电影里 是 不能说是脱胎换骨吧 但是变化还是很大的 感觉他有 真的是 有一定的进步 不错演的 是吧 对 但是感觉 我觉得挺好 感觉佟大维还是那样 是吧 就说咱们说演技啊 我觉得佟大维和邓超 就还是原来那样 邓超有几场哭戏 还不错 我觉得 你觉得这片怎么样啊 我觉得这片是可以值回票价的 因为我现在 我个人来说观影只有一个标准 就是我去电影院看电影 能不能够值回票价 我是觉得能够值回票价的 所以其实还是 3.5星 大概是这样的 反正 我对这个片子有一些看法 就这个片子 我觉得 它就是一个成功绝的电影 对 其实这部电影 它是一个励志片 对吧 就是说它是一个成功绝的电影吧 虽然这种 现在的社会 一说到成功绝 就让人特别恶心 特别讨厌 但是呢 就是说 在电影里边 中国是需要拍一些 这种普世价值的 对 其实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还是 就是很有必要 往这个方向发展一下 因为国外你能看到 很多特别棒的励志片 但没人会觉得 特别恶心怎么样 而且这个片子里边 很多台词 已经跟原来不一样了 原来那种 对 禁用一点 网络流行词什么的 这种特傻逼 但是在中国合伙人 你能看到 现在好像有所改观了 而且各方面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对 其实如果是我 个人来说 我是挺推荐 大家去电影院看一下的 因为你现在 在别的渠道也看不到 就是值得去 去捧捧场的 因为他讲的吧 是虽然说 是一个励志故事 但是他是结合中国国情的 所以说他是不是 光是一个励志和什么梦想 这些 他还有一个尊严的问题 其实这个主要体现在 邓超饰演这个角色上 他的心路历程 和他自己的个人经历 是最曲折的 对吧 其实就是 他是算 有自己的理想 然后去付出实践的 对 而且曾经呢 又在 这个 帝国主义 受到了打压 然后自己呢 其实其实是他 对于他来说 是一个找回尊严的 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对于 黄晓明饰演的 程东青来说呢 他是一个 等于说 他是一个在 拒绝失败的过程吧 对吧 因为他最早 最早是 在这部电影里 最早是一个 失败者的形象 对 而且在 这几个人的合伙里面呢 程东青 其实是 这三个人就是 他办这个 英语培训学校 是分工很明确的 程东青是 负责攻心 对吧 然后 王阳呢 是技术支持 其实这点啊 就是 程东青这个角色 不是用王晓明演的吗 我觉得这一点 无论 从这个 影片 故事 励志的方面 角度看啊 就是选这个 王晓明是特别到位 叫黄晓明 黄晓明 就选这个 黄晓明 你这人 怎么可以这样 忽略角度 选这个 黄晓明啊 就是特别到位 首先 大家都知道 一个 挠他套 毁的 黄晓明是吧 大家都觉得 他隐喻不好 但是在这个片子里呢 明显的看到 他在这个方面 他成功了 所以其实很有代表 其实我觉得 不光是在电影里嘛 就是他自己 个人来说的话 他本身 大家都知道 他后来做了一个 凡客的广告 对吧 当时上这个广告的时候 广告牌上了之后 引起了轰动 他是一个 非常有自嘲精神的人 在这部电影里 其实也一样 他在这部电影里 从来没有否认过 自己曾经是一个失败者 他是能够很清楚地 认识到自己 然后其实 同大为 饰演的这个角色呢 他是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想过安稳 他是日子的人 因为他曾经被 要剧透了 对 反正他曾经是因为在 你就别多说了 不用说了 反正我最后想说一点 就是说 这种片子 有很多人看了 就是心里会 稍微有一些触动 有些感动 因为他是立志的 对 其实里面的一些配乐 也可以勾起你的过往 比如说 这个一上来 听白娘子传奇 一上来就是老崔的 新长人路上摇滚 开场音乐 国际歌 还有一些就是 咱们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放的这些歌曲 就是很怀旧的 反正就是那个时代的 一个共同的回忆吧 共同的记忆 其实志青春来说的话 可能是在女性立场上的 一个怀旧 非常奇怪 一个怀旧 最近这几个电影 都是有关回忆的这些 是吧 有很多这些元素 对 但相对来说呢 中国合伙人就是 关于友情 关于梦想 关于事业 当然它也关于爱情 但是我觉得 这个电影里面的爱情 就是三个主人公的爱情 都是比较现实的 所以我觉得 爱情方面的 这个 也挺好的 这个刻画 其实其中 有一句台词 我特别喜欢 当然不是那个 片尾的那个 特别经典的台词 这也不怕说 因为在网上 已经到处都是了 就是如果额头 将中间刻上你的皱纹 你只能做到 不让皱纹刻在你的心上 不是这句 我特别喜欢那句 听一个人说话 不要听 但是这句让我想起 我以前的一个同事 就我在广公司工作的时候 一个同事叫小棍棍 他说我到八十岁 要当少女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可能 你的年龄会变老 你的外在 你的这个皮肤啊 身材啊 都会走样 都会老去 但是呢 八十岁要当少女 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这个内心不老 对吧 保持一颗永远狂热的内心 那就给他推荐一部 DC的那个漫画原则出的 一个电影 叫吃烟战场 他去看一下吧 其实我特别喜欢那一句 就是听一个人说话 不要听他说了什么 要听他没说什么 你终于说的说出来了 太费劲了 没说的太多了 行反正还是可以去看一下 我觉得不错 那咱们就是进入主题吧 好嘞 你说我身上最坚强 我说你是手最善良 我不知不觉意和话 接下来咱们继续说一说 DC的第三个明星吧 就是神奇女侠 她的创作者啊 是特别有趣 是一个漫画的批评家 对吧 你怎么能想到 一个漫画的批评家 会画了一本漫画呢 当时这个批评家 它不只是一个漫画批评家 还是一个心理学家 就是大家都知道 测谎仪 就是这个人发明了 我这么猛 对 然后她懂的东西特别多 然后你看那个神奇女侠 她里边有很多远古的知识嘛 所以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 就是这个人来做出来的 你介绍一下神奇女侠吧 其实神奇女侠这个人物 我觉得其实也挺无厘的 你们不觉得吗 因为她靠的其实是一些亚马逊的法术 所以才能获得这种超级的力量 这个我 其实神奇女侠真的是不怎么了解 因为 也没有可看的电影 对 因为我们都是大部分是通过电影得到的 其实她以前有拍过那个电视剧 就是说神奇女侠其实是 她是一个女的 就是住在一个亚马逊的森林里面 女人的女儿国里面 然后女儿国里面人人都是战士 但是最强的战士会拥有 赐予那个亚马逊女神的一个装备 就是她手上那个鞭子 有一套衣服和灰甲 不亏 我又相信害贼 但是我觉得神奇女侠的服装特别棒 特别性感 特别露是吗 特别性感 声音大爆炸里面还穿过吗 神奇女侠那个跟谁是一段 他是跟超人是一对吗 我记得好像是超人 我只是记得好像 因为好像 我看那个正义联盟里面 他跟超人好像有点暧昧的关系 就是在那个动画片里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原因 你看这个DC 我突然想起来 一个非常大的逻辑性问题 就是超人和正常女的搞 然后正常女的不是受不了吗 神奇女侠正好可以完美的受得了 对 他们可以达到平衡的完美 对 其实大家看这个DC的电影 漫画电影 他里边这些人 都是很正常的那种异性恋 你知道吗 但是虽然妈妈里边也是异性恋 但是他们总会让大家看出了 那种特别腐的那种激情 所以我觉得 这是挺符合现在潮流的 这个大家捕掏的点 所以顾琴妈妈通过这个也收到 收到了不少的话题 所以DC真的是有点迂腐了 包括那个谁 X教授和万瓷王年轻时候 对啊 就很多这样点 就很激情的一对 本来两人 对钢铁侠和绿巨人什么的 就特别有意思 神区你家真的还真是不太了解 其实你知道吗 还有个女超人呢 超人的妹妹是吗 那超人的妹妹啊 对啊 那超人妹是吗 但是还挺有意思的 但是挺有意思的 当时不是说超人他们那个星球 所有的人都死了吗 佐德将军没有死啊 我操 突然冒出来一堆好吗 那是因为流放出去了 对啊 他没交代他妹妹什么 没有 反正电视里没说 我也不太了解 然后他妹妹也冒出来了 这点挺受不了 为了故事剧情 需要让你把它冒出人来 嗯嗯 那咱们说说下一关 这个也不太了解 可以说一说闪电侠 好像闪电侠在美国 这些漫画迷的人 记得特别高 因为我是看那个 生活大爆炸里面 他们都特别习惯闪电侠呢 是不是 闪电侠好像是在1956年 DC当时有一个系列漫画 叫做展示柜 然后这个漫画 其实就是每一期都讲一个 不同的英雄故事 然后次时代的这个 呃 闪电侠就在这个展示柜里边 出现登场 然后才成功了嘛 也是展示柜第一个成功的角色 嗯 嗯 闪电侠是不是就是速度特别快 好像他当时是被雷劈了 然后又 嗯 获得了闪电的魂力 有那个超快的星辰代谢速度 然后 奥基布莱特别快 然后他有很多绝技 比如说他 他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困扰我很久 他星辰代谢理论上来说 过了十分钟就已经老去了 好吗 你说闪电侠是不是没有电影啊 闪电侠其实有一部电影 在我小时候看到过 就是讲一个男的 因为好像他是个警察 还不知道是个研究员 然后被一群恶人抓住了之后 呃 把他绑在一个摩托车上 肚子上放了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把他呃一下 开出一个轨道 想让他撞死 结果突然一个雷劈过来 那个人就变成闪电侠了 我是个电视剧还是什么呢 然后特别牛逼 呃 他发现自己是闪电侠 然后哇一下 跑的速度极快无比 然后在海上跑可以 我还记得怎么办 我小时候看过一个小孩 就是也是中国上境的 一个小孩 然后在病房间 怎么回事 然后 一个霹雳变成了霹雳贝贝 跟闪电侠有什么关系吗 是不是闪电侠的前转 闪电侠前转之霹雳贝贝 对的确有这部电影 闪电侠之前在被批之前 干了什么坏事吗 咱中国不是说 听哪雷劈吗 五雷轰顶 都是干了什么亏心事 闪电侠之前是什么样的呀 那鬼知道他有没有在宿舍里面打飞机呢 那说吕灯侠吧 吕灯侠太久了 吕灯侠其实挺猛的 我当初一听这个名字 我就联想到绿灯侠跟那个红绿灯有什么关系吗 然后后来了解了一下 一直提个绿灯 我觉得这个侠真是太窘了 窘得一塌糊涂 对 这一点特别窘 但是其实他还是挺厉害的 是吧 他守护的是宇宙的和平 对 他超强的 这跟其他超金雄不一样的 绿灯侠也是跟神经侠一样 在那个展示会上登场 好像是第二个成功的角色吧 绿灯侠 反正也是拍了一个电影 新拍的吧 感觉不是很好看 对 那一部电影 绿灯侠在变身之前 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一个姓像 不对 他爸是死在他面前了 他也是 然后当时是那个出世过了 他是一个就是 就是他的遗传特别好 遗传的他爸是一个飞行员嘛 对 对吧 然后反正各方面能力特别强 但是他就是通过他爸这个事件 变得特别叛逆 什么毫不在乎对这些事件 然后后面 就是就是那个 一个外星人就选中了他 给了他一个灯 对 然后他就 灯灯灯灯 其实 其实我是觉得 这是一个 激发人内心潜能的故事 是吧 其实我觉得他跟尼奥是有异曲同工之处 他跟尼奥差远了好吗 不是就是说他们都是通过这种思维去改变一些 那个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尼奥是谁 尼奥是海河帝国里面的 对对对 谁不知道 救世主吧 那肯定要 对啊 照顾所有人士的嘛 对 这个节目还得拓宽 其实我还是很喜欢那个 那个绿灯侠的能力的 因为他可以让自己想象变成现实 这对于我们这种想象力特别丰富的人 是特别好的事 但是在闪电侠电影里面 他一开始想象的是特别枯竭的 记得吗 对 那人还说你就能享受这个呀 多长哥那种比武是吧 对 对 其实这种东西如果 所以说他不合理 他为什么找一个军人了 军人短身肯定就是想象力比较差一点 他应该找一个画家对吧 抽象牌那种画家 直接把人搞死了 我看 而且闪电侠里面那个 他那个服装是 就是他那个战衣 是那个灯启动了之后 自己就出来了是吗 我记得 在电影里 好像他也是通过能量 就是在戒指上 他的战衣和戒指是一体的 就等会他的战衣是可以瞬间没有 然后瞬间有 对 就比超人那个是方便多了 是吧 嗯 然后那他那个绿灯没电了的话 等于说如果他那充电的绿灯 不在旁边的话 那不怎么办 那就完了呗 哎 你说 哎呀 也不行 不过他 我是觉得绿灯侠这个思路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他们的能量来源是那个 正义感吗 还是什么 还是全球上的那些正义感 绿灯我记得是宇宙五个颜色吗 红色代表愤怒 黄色代表忌惑 绿色好像代表创造 所以他能用那个绿灯去创造东西 对 他们就通过那个东西去收集能量嘛 嗯 还有还有各种什么晨灯啊 什么什么 后来反正漫画里面有各种灯的军团 每个灯代表一个一个不同的意念 这个算不算DC也是一个开创了一个维度啊 好像是吧 其实像这种大漫画公司 他们的那种所谓的维度都是可以相通的 就比如说康斯坦丁里面不是有上帝 还有那个撒旦什么的吗 嗯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康斯坦丁这部电影 就是地狱神探啊 然后其实在整个Marvel漫画里面 上帝这个角色 对说错了是DC DC漫画里面上帝这个角色是一个最牛逼的角色 就是上帝 嗯 还有这么一个是吧 对就这么一个 你不是之前经常问我说怎么 曼哈顿博士怎么弄死他 我告诉你上帝就直接可以把他弄死 对说上帝也算是一个超级英雄 对也不能说超级英雄就主宰着一切的一个事物 嗯 一个神 嗯 那你说 呃 他是有什么物质构成的 上帝不用物质构成啊 但是你看守望者啊 咱们现在就直接说到守望者吧 嗯 嗯 其实守望者里边曼哈顿博士就不停的在跟普通的人类在说 是没有上帝的 有对不对 对 他只是他自己的无知而已 没有上帝 哪里还康斯坦丁 咱们咱们就说一下吧 哎你觉得 哎我是特选守望者 除了就是在在所有的超级英雄电影里面 除了蝙蝠侠那三部曲我就选守望者了 那要让愣让让你选蝙蝠侠和守望者你觉得哪好 那当然还是 他肯定是蝙蝠侠 还是守望者 错 不是什么还是蝙蝠侠 还是守望者好一点 守望者其实很多人他不喜欢可能是因为有点闷吧 守望者 其实他守望者这部电影就是利益上升到一个哲学层面 对啊 真的是太棒了 真的真的 特别棒 而且不是那种普通科幻片的那种特别 大家都天天在聊的那些哲学话题 而且他特别有特别到位 就是你从那一开场交代人物的时候 开始新说的是民兵对吧 民兵团 他就是守望者的前身嘛 1940年的那个 然后那个当时死鬼一代啊 当时是苏一代退休吧 然后 死灵吧 死鬼 然后在那个 他们是当时是用一个最后的晚餐的那个 那个名画 那样一个排列 然后再吃饭是吧 对 然后后来呢 那个 然后后来又有那个 呃 孝匠 然后就他们是有一个大合影 是吧 是新式大合影好像 然后孝匠 侧影啊 这些全都交代了 然后还有 侧影的死 后来也交代了 是怎么死的 是吧 其实我觉得侧影特别像黑寡妇的那个 应该有的样子 就是复联里面的黑寡妇 我感觉应该是侧影的样 你有没有发现了 这这段其实呃 信息特别大 就首先是那个 战中之吻 就在那个广场 对 就是交代侧影的时候来的 侧影不是抱着那女孩 就接吻了吗 然后 之后之后 他们不是有一个吃饭的合影吗 对 就是那个最后晚餐那个 你能发现侧影跟那个女孩一块吃的饭 代表他来好了 对 然后后面他们不是说呃 侧影 遭那个枪击 对 然后墙上写着同性恋表 对 然后那个女的就是那个 就是他接吻的那个女的 对对对 而且还有一点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嗯 第一幕里边是呃 斯林好像是的是吧 举了个奖背 然后后边 他的右上方 贴了一张呃 蝙蝠侠衣的海报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没有 然后他左上方 左上方是一对夫妇 旁边有一个老管家 我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也是 蝙蝠侠的也东西 对 肯定是 而且旁边就是蝙蝠侠的海报 对 而且他也交代了所有的人 你看那个大河营里面 也告诉你谁是谁 然后交代这些人 得下 就是下落 对吧 比如说飞蛾侠因为酗酒 被送进精神秘院了 然后还当时被送了 咬一声胳膊 然后账单是因为那个 抖篷被转转门夹住了 我觉得这个太太迷了 就是愣是被自己抖篷 架在门里 然后被人家打死了 对 然后那个撕鬼一旦 然后后来变成了那个 发福的 被谁说的 被那谁罗夏说的 说是变成了发福的老妓女 在加州聊远宴等死 然后那个都会队长 是开块展去了 好像是 然后什么正义头照啊 还有 而且这会交代了一下 小时候的罗夏 也就是被守望者扑了一下 小时候罗夏不是母亲是妓女吗 对 然后还接着就交代了 肯尼基总统和马哈顿博士握手 然后接着是那个肯尼基总统 被刺杀身亡 是校将干的 对 这儿 他校将不是最后一开场不是死了吗 对 对吧 然后他不是去那个他的墓地的时候放了一首歌 叫桑德尔夫斯利斯斯 哎呀妈呀 对我就想说这首歌当时是好像毕业生里边也用过这首曲子 对 然后这首曲子其实它有一个含义 是当时是肯尼基遭那个刺杀的时候放的曲子 为了纪念这个东西 然后他死的时候 就是校将不是也是刺杀肯尼基的吗 对 就在电视里边是这样 然后所以就放了这个曲子 就特别讽刺 你不用觉得吗 对 而且这首歌特别好听 给大家放一下吧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说我曾经是个英雄啊 妈的 然后电视里面这会儿叫交代的 是避世背景 是越战全面升级 然后后来罗夏后来就出现了 就罗夏已经长大成人了 然后这个留下了他抓住歹徒 他留下了他的符号 然后后来还有一个镜头 是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一起阅兵 然后还有一个镜头是那个游行群众 然后一个女孩把花放在枪口 下一个镜头就开枪特别震撼 这个其实在战争中 据说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在讨论 因为这儿有段历史 这个事件真是发生过的 但是好像是说是一个大学生的造反事件 对好像不是反越战的时候 但是真实也没有开枪 不是越战的时候的时候 就是一点点往下交代 对对对 对好据说当时那小女孩没有死 你接着说吧 然后后来就是飞上月球了 在那个月球上你看有宇航员 然后宇航员旁边站的是 大屌男孩 曼哈顿博士 低个低个包 然后还说一个段子 就是当时这个什么要求 这个有一个邻居 要求那个对方的什么 要求他的老婆 给他那个口一口口一会儿 然后呢那个他老婆不干 说除非邻居家的孩子上月球 然后结果就上了 然后说祝福祝福这个这个丈夫 然后曼哈顿博士这会儿就登场了 但是他之前新交代 曼哈顿博士跟肯定基握手 然后那个后来就到哪了 到了奥斯曼迪斯了 然后他就是那个跑特快 那个动作特别快的人 造型特别像万磁王 然后就 他是不是给拍照那段 对对对 然后后来是守望者的全家福嘛 然后呢在他们合影之后 就是画面显示 就是尼克松第三次被选总统 然后这时候呢 守望者就 刚刚已经从民兵到了守望者 守望者呢又要被推翻了 就是有墙上好多喷字呀 然后就大家都说 谁来约束守望者 然后民众暴动 然后尼克松驱逐他们 这时候推出了金反案 就是说你要么为政府工作 要么退出 然后就到了这个真正的主剧情 交代人物完毕之后 就到了校将在六年之后被杀 就比如说前面的这个胶带 真的特别棒 而且他用的全是漫镜 对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桥段 让你感觉很震撼 对 然后每个人的说得非常清楚 包括每个人的这个 是什么角色 然后呢 每个人的性格特点 每个人比如说这个谁 那个那叫什么 背景绅士 对 然后他们的发展 轨迹 这些东西 对 其实这个漫画吧 其实在漫画界里边 也是一个特别 有地位的漫画 他当时得了渔果奖 就是唯一一个是通过漫画的身份 得的奖 其实这个编剧 我给大家说一下 叫阿兰摩尔 大家都知道 就是威斯仇杀队 威斯仇杀队也是他编的 漫画这个编剧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人物 然后在这个 一开始记得吗 有两代夜宵的交谈 就这时候你会觉得很沉重 他们俩交谈好像就感觉是 那个就是两个老 好久没见老朋友 就是他们已经被驱逐了 感觉就好久没见老朋友 在一块聊聊天啊 出了闲片啊 然后后来最后的时候 你记得吗 夜宵二代出来之后 夜宵一代问他 说你怀念过那些日子吗 二代说没有 然后说你呢 一代说我也没有 然后但是下一个镜头 就直接是一代夜宵的 这个他不后来开了一个汽车掌吗 这广告盘上写着 专门写着 上面写的是专门修老车 就说明他其实是很念旧的 很怀念那段日子的 就是一个反讽他自己是吧 对 然后还有就是这都是很多细节嘛 然后当时那个夜宵还说 说罗夏 你记得吗 你记得吗 一开始的时候 说至少我不是至今还躲在面具下的那个人 让罗夏说 你也躲藏在面具下 大众就是你的面具 嗯 其实就是在说今天反正之后 罗夏单干 然后夜宵退休 然后包括那个死鬼二代 这些人过得都不好 对 他就是一个反英雄嘛 这个电影里边很多的主题 特别多的点 对 但是他里边有一个特别主线吧 算是一个点 就是在反英雄 嗯 他跟很多漫画英雄都不一样 他没有特别大的场面 还有那种 嗯 搞好玩的地方 对 之类那种特别商业的爆米花的情节 嗯 他基本上 尤其是你跟 马哈顿博士聊天的时候 你能发现 不在同一世界上 对 其实马哈顿博士的能力 可以说一下啊 就很牛逼 这咱们之前也说无数次了 对 就是他是能够看到过去和未来 他还能让别人瞬移 就是他转移思鬼二代 到他妈那了 嗯 到疗兰院 这都表示无数 他自己转移到火星 嗯 然后他的身体是有无形的局数 就他可以无形 而且他能独心 他你看他让那个思鬼二代 看到自己心里最阴暗的角度 就是他妈跟他爸 小时候吵架 说那个被校匠强奸那事的时候 对 然后而且他还能够在太阳表面行走 嗯 然后 对 然后但是其实马哈顿博士 不是因为那个 那个跑 那个多特快那个人 嗯 然后花了二十亿去干扰他 让他看不到未来嘛 嗯 马哈顿博士还不 还能够合成任何他想合成的物质 嗯 还有一个体现 其实就在在于思鬼二代 找夜宵二代吃饭的时候 嗯 然后他说那个 说那最怎么样 然后说找你吃饭 然后结果发现咱们过得都不好 嗯 就马哈顿博士 他好像是能控制这个 物质的最基本的粒子 嗯 你知道吗 所以说他能通过粒子改变这种 有物质形态的这种东西 嗯 都能改变任何东西 所以我一直在想啊 用什么方法能消灭 曼哈顿博士 你没有想到吗 其实我已经想到了 用方法 用 用博士东在太阳表面行走 对你说 嗯 那个消灭曼哈顿博士的方法 很简单 就是时间 时间穿梭 对这是一点 这是很扯的一点 因为我当时看了超人 我就想到了这一点 因为超人往回一转 曼哈顿博士就不存在了 对对对 对吧 然后 但是这个点是比较扯的 其实就是有点 咱们从那个科学理 依据上说的话 消灭曼哈顿博士的方法 就是 我觉得啊 就是破坏这种 原 因为粒子之间 有那种相互的作用力 那如果说 我能把这个 粒子之间的作用力去掉的话 那 曼哈顿博士是不是就不存在了 你怎么可能去掉呢 肯定可以啊 通过人类的技术 不停的发展 肯定可以 那个 那个守望者的反派里面 不是 反派用了一个陷阱 让曼哈顿博士走进去 然后 放出强大电流 准备把曼哈顿博士干死了 就是那个东西 就是你所想的那个技术 但是他失败了 但是 我觉得 肯定还会成功的 如果 真是不成功的话 那就 嗯 还有最后一个方法 能把曼哈顿博士打败 就是让他变得 嗯 灰心意冷 然后自杀 他自杀 他自杀还死不了 他自杀 为什么死不了 曼哈顿博士 就他跟绿巨人一样 绿巨人不就也尝试过自杀吗 不是 绿巨人是他不了解他的另外一面 但是曼哈顿博士是绝对可以控制他人的那 因为他能控制粒子啊 所以他能控制自己那个粒子 他把自己直接扩散就完了 所以曼哈顿博士肯定有可能自杀的 就是自己能把自己杀死的 我觉得 但是曼哈顿其实在电影里面 他是说嘛 他说我厌倦了地球 厌倦了这些人 厌倦了被卷入他们的生死里面 然后他去了火星 什么 他说他要再去创造一些生命 他在地球上 地球上的人很失望 对 你觉得曼哈顿博士和他那个 他那小妞叫什么呢 死鬼二代 对 你觉得 他果然爱他吗 我觉得曼哈顿博士不爱他 我觉得只是因为年轻吧 这之前不也说了吗 他抛弃以前的那个 我觉得曼哈顿博士没有爱 对 曼哈顿博士 我觉得为什么跟他在一块 当时他在分手的时候 曼哈顿博士说了一句话 他说 你是我与世界唯一的纽带 对 其实曼哈顿博士 比咱们普通人想的太明白了 他知道如果 人类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必须要跟世界有联系 如果没有联系的话 那这个人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曼哈顿博士 他现在活在地球上 所以他要跟世界产生一些联系 但是他各方面 他没有任何东西能 就是他有快感 能带给他快感 所以呢 他只能就是把自己装作 是跟世界有联系的 而且这个跟世界有联系的点 就是他那女朋友 而且曼哈顿博士 他不是不能 不会老吗 对 然后呢 他之前那个女朋友 不是变老了吗 然后他 因为他已经超脱了 其实 然后他接受不了 他身边的人变老 所以说他这个纽带呢 还得是个鲜嫩多汁的肉体 其实就是他选择谁的问题 对 其实选择谁都一样 对他来说 对 干嘛不选一年轻点的 你没有发现曼哈顿博士 没有小鸡鸡吗 他有啊 那么大呢 我靠 在外面甩着 还没有 为什么 你看 就是那个妈妈的模式 参加越战的时候 他已经用原子的力量 把自己的小鸡鸡 那个缩进去了 没说是吧 其实在那个越战的时候 为了美观考虑吗 你不能整天 你不能整天露着个小鸡鸡 在外面跑去 然后在越战的时候 已经交代过了 他根本就不在乎人类的死活 因为肖匠杀死那个越南 那个怀着他孩子女人的时候 他就说了 说你从来不关心我们的死活 而且把自己放得越来越高远 这个时候已经铺好了 其实 其实有一点特别有意思 就是这片子里边 不是尼克松第四次 就是成功吗 竞选总统 第三次还第四次忘了 第三次 其实都是因为曼哈顿博士 你看那个越战胜利 其实他这也是篡改历史了吗 对 而且曼哈顿博士说了 说之前的领袖 我绝对不会去让我去参加 这种战争的 他就让他当成一个战争机器 对 其实就是把他变成 就其实算一种讽刺吧 变成尼克松的一个 独裁的一个讽刺 这一点正好也说到了 就是守望者里边的 另外一个主题 就是他的故事背景 就是一个核危机 对 冷战期间其实是 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有一点就是 他们总统和义 将军在一块那个大圆桌上 然后说要不要用核武器 先发指 那个场景 就完全跟库布里克的 齐埃博士 太像了 简直一模一样 而且聊的内容都特别像 对 对 我说这样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点 对 真是我当真的没想到 齐埃博士 确实挺像的 只不过齐埃博士 是黑白的 那是彩色的 对 还有一个讽刺 我觉得特别这样心酸 就是当那个 校将的葬礼的时候 他的那个 之前他最大的敌人 就是那个死神嘛 死神就给他献了一束花 然后当时那个 罗夏写日记的时候 他不有一个罗夏日记吗 他就说 说那个 这就是我们的报应嘛 连朋友都没有 只有我们的敌人 前来献花 然后充满暴力的人生 为暴力而终结 校将早就明白 野蛮是人类的天性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 就是校将 他们参加校将的 那个葬礼的时候 罗夏当时 在呢 对 他举了一排子 没戴面具 对 是一个流浪汉 然后说 世界末日要到了 而且之前 其实他还盯着过 那个他在那报摊 不是老等那报纸吗 当时那个 夜宵二代和 死鬼二代 不是从那走过去吗 他一直盯着他们呢 对 但是他们就认不出来 他呗 因为他没戴面具 对 其实这里边 我最喜欢的 还是罗夏 对 但是其实这里边 最早明白 这些事的人 是校将 对 就是 对吧 他就早就看透了 这个社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他决定去模仿 他模仿这个笑话 对 就是完事不宫的 过着严肃的生活 对 然后这里边 其实 为什么会特别喜欢罗夏 就我觉得 罗夏 现代的社会 我确实特别需要 罗夏这样的人 对 因为他 你想他永不妥协嘛 对吧 他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 你只是遇到最后 他都为了原则 献出自己的生命嘛 最后 就是不跟那个事 妥协 太心酸了 他最后 就是跟曼哈顿博士说 说那个 既然就是都已经造成这么多死亡了 又为了你这个虚伪的胜利 为什么 就还在乎多死我这一个吗 当时核战已经爆发了吗 你觉得这不是核战 是他那个复制了曼哈顿的能量 然后 其实当时已经不是 已经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 死了好几百万人了吗 然后大家不就是觉得说 把这个伤害 纳普能白伤害啊 然后就 还是就是骗 骗人 在一个虚伪胜利里面 其实最后的结局也是一个很矛盾的 又又洗又背的一个结局 是吧 洗的是他这个虚 没有虚伪的胜利了 就是就是还原真实 但是背的是确实这几百万人是白死了吗 其实说到罗夏 咱们又说到罗夏了 罗夏好像据说 他是一个面貌极极丑陋的人 他戴着面具啊 之类的这样 但是在这个电影里边啊 我还是特别喜欢罗夏这个长相 我觉得特别像罗夏 而就是他摘了面具之后 就一看我靠梵高 对 确实挺像的 然后他长相吧 各方面的话 就棱角蜂鸣这种 对棱角蜂鸣 然后特别耿直长的 但还有一股邪气 对吧 不是一样像变态 其实我觉得 就我 这个演员我真是觉得 面相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觉得他就是我心目中的罗夏 其实罗夏的这些人的这个 罗夏的被童年也很惨啊 对吧 咱们那个什么吧 咱们放首歌吧 嗯 放首 这里边有一首 首先说说这个电影的配乐 也是极其的棒啊 嗯 然后给大家放一首 暴不敌伦的 The time they are changing 哎呀妈呀 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天头交代的时候 放的一首歌 对对对对对 这都配乐特别棒 啊 对 然后我们会给大家再放一首 双歌 你错了 我怎么能让你猜招呢 下一次 不是这一次 咱们接着说天枪骑兵吧 啊 说一个天枪骑兵 天枪骑兵也是一堆有超能力的人集合在一起的一个故事 嗯 对吧 嗯 他的反派呢 是魅影 对吧 嗯 他是一个搞军备竞赛的人 其实他就是莫利亚提教授 是一个犯罪天才 嗯 对吧 他召集了一些人 就是首先呢 他叫来了猎人 库特曼 肖恩康奈利 对 传奇的不死猎人 库特曼 死了还会复活的男人 呃 还有 尼莫船长 嗯 尼莫船长 我去 就是 你说 就是尼莫船长就是海底五万里里面的角色 不是 十万里 两万里 还有十万里 哎呀 不是 是两万里 这个小时候是我小学时候看的 当然特喜欢 其实尼莫船长的那个车和他的那个潜艇叫鹦鹉罗号 我特别酷 是吧 鹦鹉罗号是一个片刀的造型 片砍 他不是说鹦鹉罗号的外号叫做海中海神之剑 对对 就是海中之王 他是靠太阳能充电的 对 船身雕像的是尼莫船长既敬拜的那个黑女神 也就是死亡女神 嗯 特别酷 死亡女神 还有一个就是成员呢 是威弥娜哈克 他是一个化学家 其实他本身呢 是一个血鬼 他以前是跟着发海星干尼古拉伯爵的 嗯 嗯 还有就是 金刚特别想要 德古拉伯爵 德古拉伯爵 德古拉 还有金刚特别喜欢的 特别想要的一个超能力哈 什么 隐形人 等我都说我想要 去找 通看人洗澡吗 对 你不是通看人洗澡吗 你俩说的 通看马达蒙洗澡 我要看人通看男人洗澡 这不是特别硬吗 对 马达蒙 嗯 嗯 还有不死人 多莲安 这个人呢 啊 咱修说隐形人 隐形人特别特别久 因为他要显行的话 就要早上就要在脸上涂那个粉底 嗯 还戴墨镜 戴帽子 穿一个大风衣 嗯 特别麻烦 嗯 嗯 但是呢 在这个 后来他们去了南极还是北极啊 他他又别脱光了衣服啊 才能让别人看不见他 脱光了又特冷 我一直好奇为什么他没有被弄 这就是一个bag 这就是一个bag 其实不死人多莲安这个挺 为什么这样啊 这漫画得说了吗 就是 他是 他的画像是在不断的变老 但是他本人呢 是一直永保青春的 嗯 其实他挺弱的 对 其实 只要手里拿一张他的画像 就死了 最后灭他的方法 就是让他看他的画像 他就变成骷髅了 嗯 你说 你先说 哎 那我先说 不好意思 不客气 隐形人不是隐形吗 就是隐形的话 理论上来说 他吃掉的东西都会消化掉 然后也变成隐形 对这个我也想过 他当时 对 然后他可以拉屎 他在地上 然后人家看不见 让人家踩他的屎 而且他非常有意思一点 就是当时他喝东西的时候 你记得吗 他刚出场的时候 对 是能看见那些东西 所以说他消化了之后 这些东西就看不见了 嗯 所以说我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隐形人要有两种模式 一个就是肠子里的屎是看不见的 嗯 第二种模式就是 你能看见很多屎悬在空中 说明隐形人来了 真恶心 像屎怪呗 屎怪来了 对 小心拉屎抱 你哪天突然觉得 哎 怎么这么黏 那就踩到一堆隐形人的屎 还有特别探员 索耶 这个人是 他是没有超能力的 其实 猎人昆德曼还可以复活 对吧 有吸血鬼 嗯 其实宁悟成长 是不是也没有超能力啊 对吧 他应该是一个特别牛逼的 机械工程师吧 就是对一个造各种东西的理人 嗯 这个特别探员的是美国情报局的 嗯 一个特工其实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人的设置吧 就特别像 呃 社雕 不是社雕 社雕英传 不是社雕 杨过小龙女那个叫什么 神雕侠侣 嗯 神雕侠侣里边不是 呃 老顽童顶替了谁谁谁的位置吗 嗯 他这里边也是顶替了猎人的位置吧 嗯 对 开始是他徒弟的 他死了之后 还没复活之前是顶替他的位置 呃 还有一个角色呢 就是变身博士 变身完之后是一个大猩猩的形象 其实就是弱版的绿巨人 我觉得 对 是超弱版的绿巨人 而且他变身之后长得也太丑了 对 其实 而且还被还被红巨人欺负 对 而且他也得喝药爽才能变身 嗯 然后变着变着吧 自己控制不了 对 控制不了那个变回的时间 但是他们特牛 他们这些能变大的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裤子永远没事 但是这里面的变身博士 他变大之后下下半身是没变大的 但是他酷的没成功 不是他还是 那有点微久 相对的变大一点 只不过上身比较短 反正装的就是 有点像石头人 也不像其实 就是这个 有点像那个大手 大手版的那个海贼王陆飞 对 大上身版的 造型特别久 对 其实我刚才想说 就是说 这里边那个吸血鬼 如果让海伦娜一眼 是不是比较合你胃口 海伦娜 其实 对 也行 是吧 嗯 其实其实武光之城的那个 姑娘长得还行 嗯 是吧 就是有点兜蠢 门牙有点大 就是爱搞 眼睛特别漂亮 就是爱搞婚外恋什么的 那是他那是他那琴导演 搞婚外恋 他又没结婚 嗯 反正他们最后呢 这个天降骑兵 这个小组 他们是进入了蒙古的冰封湖泊 对 刚才我说错了 不是北极湖南极 是蒙古 嗯 去粉碎 这个呃 犯罪天才的阴谋 嗯 嗯 反正这篇 你觉得好看吗 我觉得他们 也就那么回事吧 就没有说非常差 但是 就是一部当时的特效商业电影 对 对 就是这样 反正 也没什么感觉看完之后 也没什么印象 嗯 嗯 主打一个肖恩康纳利 对 是这这部电影是肖恩康纳利的收山之作 为什么拿这种电影收山 不知道 走眼了 肖恩康纳利这个 因为拍不动 老男人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那个秃头已经 这部电影的时候 他已经不秃头 所以 大家可以上百度图8 搜一图片什么搜一下 他现在秃头已经秃到 跟沙盒上一模一样 那人 尼古拉斯凯奇也秃头啊 那个尼古拉斯凯奇还不是很严重 那倒是 康纳利他已经是杀了 那被人搁优呗 把头全剔了 嗯 那不太美观 反正千样奇兵就说到这儿吧 就是 在DC里面的电影里面 这是唯一部有一堆 啊不对 当然还有守望者 但守望者里面有一些是没有成立的 反正这里面是这个小组里面 有各种各样的人集合起来的 嗯 嗯 不像其他的 比如说这个绿剑侠啊 这些都是单拨的 单干的 嗯 咱们说绿剑侠呗 行 嗯 绿剑侠是一个美剧哈 他没有电影是不是 对 绿剑侠我是看了前两集 我还真不大 不是很了解 我是看了很多集 我感觉 看到后面我实在无法忍受 我看两集就看不下去 对 我是觉得 一说到他就老让我想到 绿剑口羊堂 啊 其实不是 是因为他的剑是绿色的头 嗯 嗯 嗯 我是看了前两集之后 特别想问 因为我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我想问一下 他在那岛上发生什么事了 嗯 什么岛上 这岛上 啊 其实是这样的 他在那个岛上 遇到了一个中国的一个特种兵 嗯 然后那个特种兵救了他 教了他 很多特殊的技能 但是有一群 那个岛上又有另外一群俄罗斯人 嗯 应该是苏联人 是抓那个特种兵的 然后是一个对头 当然里面也包括一个非常牛逼的那个角色 就是脸一半是黑的 一半是白的 是在DC漫画市场 非常一个牛逼的一个反派 叫做 叫做什么来着 我忘了 嗯 反正是特别牛逼的 就是这样 他在两个 两股势力的斗争之中 帮助了那个中国人 嗯 然后同时也获得了一身 非常牛逼的技能 那中 那特别有意思 特种兵一开始全都说中文 突然开始说英文了 让我们惊了一跳 嗯 其实这个绿建侠也是一富二代 对吧 他们家也特有钱 呃 他是什么 一万富翁的孩子 是一个顽固子弟 在他这个消失之前 他是一个花花公子 天天不务正业 泡妞 参加各种大拍 对 然后遇到海岚 哎 他是什么能力啊 他是 他也没有超能力 他能力就是射箭射得准 对 其实就跟鹰眼一起 猫的鹰眼 嗯 就是泡妞泡了 对 其实他俩可以干一件 互射 呵呵 但互射还行 呵呵 怎么金刚你又激动了 马特带萌印吗 其实你那不行 那干不过鹰眼 鹰眼那个 舰底还有爆炸呢 说好他身上就爆炸了 对 因为他们有钢铁匣 嗯 嗯 那个反正这个 这个电视剧拍后面 就是主要围绕着 那个绿剑侠的爱恨情仇 跟前女友 嗯 新认识的小琴之间的一些 哎 他 反正就变成了一个绿剑侠 又新认识小琴了 对啊 他之前不是把那个 他前女友的妹妹 就是在海南上 前女友妹妹死了吗 因为他 是啊 这个 那他还敢有小琴 把妹妹害死了 嗯 他跟他前女友也就是处于暧昧状态 然后怎么说呢 到后来就变成一个绿剑侠版的绯闻女孩 哎呀 我听讲呀 真是难以介绍 他是 这个城市也是虚构的吧 他不是斯塔灵市的守护者吗 虚构的 这个课算是一个意思哈 嗯 反正这个美剧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一看 他现在是出道第一季完了是吧 对 第一季我也全部看了 算了 还是别让大家看了 算了 挺无聊的 对 反正就是 对 如果对漫画 特别喜欢漫画的人 当然可以来看一看 那值得一看 有英雄情节的朋友们 对 但是如果想 放松一下的话呢 你一个美剧 又看那么多集 也挺好分家的 对 不如正经的去看 《非》的女孩 主要内容就是说 他调查自己的海难原因 发现他妈是幕后黑手 对 前两节里面说了 他妈绑架他 一开始 对呀 就是他妈其实是幕后黑手 然后他那小琴是那个黑人哈 嗯 行 对 下一个见识 咱们说说恶搞版的 我感觉是搞笑版的罪恶都市 就是闪灵侠 嗯 闪灵侠的 他就是其实就是一个红领惊侠 对对对 风格特别像最后都市 呃 他是住在墓地里哈 嗯 他也是一个城市的守护守护者 嗯 很多其实都是超金雄 很多都是守护一个城市的 嗯 再大一点呢 就是美国 再大一点就是全球 嗯 再大一点就到了绿灵侠这种宇宙 嗯 对 嗯 嗯 你说说吧 闪灵侠 我觉得他就是红领惊侠嘛 他跑起来什么也看不见 只能看见一个红丝带 其实这部电影的阵容还是很强大的 嗯 有塞梅尔杰克逊 有斯嘉丽 对塞梅尔杰克逊呢 是饰演的章鱼 就是这里面的大反派 嗯 章鱼的野心是什么来着 什么 你忘了 戳爆黄鸭子是吗 呃 塞梅尔杰克逊就是想永生啊 嗯 记得吗 当时他有那有两个箱子啊 有一个是花皮 有一个是呃 闪光的那玩意儿 嗯 然后这个伊娃·门德斯演的那个女的 就是闪灵侠小时候的青梅竹马的这么一个女伴 他爸爸是警察死在了 他呃 死在了闪灵侠的叔叔手里 他叔叔是一个群击群击手 嗯 嗯 他叔叔把不小心把他爸爸 把这女孩的爸爸给打死了之后 就自己吞枪自杀了 嗯 反正挺悲剧的 这女孩当时对着记者说一句话 说我恨警察 就离开了这个城市 这女孩就是想过那种浮华的生活 嗯 他后来接了八次婚离了八次婚 到处去做了几百宗的案 去偷珠宝 嗯 当时抛弃他不是也是说这么说的吗 对 他就说他想过那样的生活 呃 值得一提呢是呢 大兄 你你选吗 我喜欢啊 当然喜欢了 迷失东京 哈哈哈哈 大兄女神斯嘉丽 在这里面演的是章鱼的副手 其实这个电影里面有几个桥段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当时 呃 开始 伊巴门德斯饰演的这姑娘回这个城市 要那个拿那个金光闪闪的那个 其实那是一个能抵御攻击的一个战甲 是吧 嗯 呃 他想要那一东西 他回来这个城市之后 呃 去要 他不小心拿走了章鱼的那花瓶 就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止血 喝完之后就能永生了 嗯 他拿 他是为了拿那个回来的 然后后来拿 俩人拿错了箱子之后呢 呃 章鱼和斯嘉丽有一个桥段是 穿着日本的武士服 对 呃 是是日式风格的一个就跟恶搞似的 俩人在镜头前交错着来回来去走 讨论这个事是怎么回事 嗯 里边那个 就是章鱼里下边有一个小弟吧 跟班的 那几个人长得一样是几个傻胖子 特别像那个爱丽丝莫游仙境里边的那两个 长得一模一样的小胖子 嗯 特别傻 几个小胖 特别有意思 电影反正我也觉得挺无聊 其实就是 他一个刚才说了 他是红领金侠 特爱戴红领带 戴着佐罗的眼镜 他的外形是这样 然后特爱穿帆布 啊 其实就是匡威代言人吧 呃 偏头是这黑红色的 嗯 这个这个电影其实也挺没劲的 反正就是 呃 视觉上 有一点 特点吧 对 就玩了点花 其实就是 嗯 所以咱们就无情的跳过他吧 嗯 然后说一说 咱们当时一直都在说 呃 很多超新雄都是一个城市的 互生服务守卫这种形象 对 但是呢 在下一个 威子仇杀队里边 这个威啊 是一个 不能说典型意义上的一个超级英雄吧 算是比较另类的一个人物 对 但是他确实是 这部电影吧 确实是受到大多人的追捧 嗯 对吧 其实威是一个仇革命家的形象 对吧 嗯 他 我 我 我倒是对威的这个 威他现在变成了一个一种符号 然后有各种解读 但我觉得他 嗯 其实就是一个复仇者 他如果只是一个复仇者的话 为什么要去炸那两个建筑物 然后在电视上去广播 你看他 所以把那俩杀了不完了 他最后的 就是选不选择 呃 炸这个建筑物 是是由人民来选择的 不是他有选择 他只是提出这种方法 他当时跟呃 那他黎波特曼就说了 嗯 对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吧 是他 让人民来选择 更能说明 他是一个革命家 他不是专制独裁的 是 这是 对吧 有很多人去这么想吗 嗯 但我始终觉得他 其实这个片子 我觉得他 其实就在表达的一个觉醒 他是在唤起人们的这个意识 对 其实当时人们生活的这个国家 是病态的 对吧 嗯 就是说 比如说 到处都有监控 嗯 没有言论自由 嗯 然后还有宵禁 嗯 不安全 其实还有一个组织 这是那个秘密 秘密警探 嗯 那就跟黑社会一样 对吧 政府的黑社会 是很危险的这么一个社会 而且人们没有自由 嗯 舆论自由啊 行动自由啊 全都没有 看起来的 每个人生活的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 因为你有和平 你过着安稳的生活 是 但是其实这样生活是不正常的 其实 哎 这个东西吧 但是一个平和的假象 是政治 掌握政权的人 用来麻痹你的一个东西 对 其实这部电影啊 尤其放在中国 就是有 感觉有特别多 不是 我就说 就中国人对他的理解会特别夸大 就是各去各种去想 你知道吗 但是CDV6也播了 对对 你哎 但是那人一播出事故 对 我之前说过 跟大家说一会这个事 啊 其实这个事呢 是一个播出事故 就是当时审片的这帮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能是没看过这部电影 然后也没有仔细去看 嗯 然后就播了 播完之后 在网上引起了虚然大播 就说CDV6现在尺度这么宽了 竟然能播这种革命题材的电影了 嗯 就是但是呢 其实当时是他算内部 他算作一个播出事故 嗯 而且这个负责人呢 都受到处罚 嗯 而且CDV6底下的人都是禁言的 包括发微博都不可以发 嗯 对 反正当时 他其实是事故 他不是说CDV6真的播了 对 还是挺炯一事 就说明其实是不专业 对 只能这么说了 对 然后我刚才就想说这个问题啊 就其实就是咱们有没有 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看到一点 其实在现在的网络时代 就中国的网络时代 嗯 咱们现在就跟V一样 嗯 坐在电脑前 哎哎哎 莫谈政治 没有谈政治 不是谈政治 就是咱们这些网民 就包括你我他都是这样 其实咱们通过电脑这个屏幕 其实就是戴上了面具 戴上V的面具 嗯 因为这就是一种 呃 拟人化 不是拟人化 就是把自己隐蔽的方式 然后在网上任意的去放大我的道德 反正在网上就各种 大家全是说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对 好像愤怒就能够代表正义一样 对 因为有些人真的是丧失了理智了 再去发表一些言论 就非常有趣一点 就是说 在生活中就很多人 呃 道德底线就比较低 但在网络上的道德底线就变得非常的高 嗯 然后有各种小事 然后就会各种吵 对 不断的放大 还有就是他其中有一些台词我觉得不错 嗯 呃 当时他这个演讲的时候说 尽管沉默代替了谈话 言语却总是能保持他的力量 言语提供了表达见解的方式 而且他可以告诉那些愿意倾听的人们真相 嗯 接下来我就不念了 对 其实我我觉得 V呀 对我来说就感觉 就因为他有很多特别 有内涵的这些语言 还是特别有煽动力 对 比如说艺术家用谎言来道出真相 而政客用谎言来掩盖事实 对 所以我 世上没有巧合 只有巧合的假象 很多经典的台词 其实 对 所以我 我就觉得V是一个特别迷人的杀手 对 其实 嗯 而且是一个复仇者 我觉得他特别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说 他一直在复仇 然后呢 他都把他自己要做的事情 放给人们去看 然后去唤起人们心目中的这种意识 对 其实 V他是股东大家去冲破内心的一个智固 嗯 他觉得大家呢 在生活在一个谎言里 嗯 他希望大家生活在现实里 其实这样一个初衷 我觉得 他好像是让大家去追求这个真理吧 但是V所表现出的这种无政府主义 其实我觉得还是很不合理的 从各种角度看的话 都是非常危险的 对 是很危险 嗯 对 然后 其实这个片子的开头 有两分钟是在说盖伊福克斯去炸那个国议大厦 议会大厦 议会大厦 在400年前嘛 对 然后在这个片子里就把它改造成一种 就是说 当时那个台词不就说 让我们记住了思想的重要性吗 对 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被教导的记住思想 而不是记住人 因为人可能失败 他可能会被捕 他们可能会被杀死 被遗忘 但是400年后 思想任何改变世界 嗯 其实 这个 就这两分钟的这一个片段吧 其实它是有一个真实的背景 嗯 片子里边不是也说了吗 就是1605年 当时11月5号 嗯 是有一个案件 叫火药阴谋案 对 在片子里边也说了 就是我给大家还原一下这个真实的历史 是怎么样的吧 因为当时1605年是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 他是一个比较支持这个新教徒 嗯 就是因为在那个年代 很多欧洲的都是天主教嘛 嗯 但是他就扶持新教 然后所以这帮天主教的人 因为就是没有利益了 嗯 所以他 他们就想把这些人全都炸死 嗯 然后所以他们就在 炸议会大厦 议会大厦的下面埋了很多 那个火药炸弹什么的 但是这事没搞成 对 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的 他为什么没搞成呢 就是天主教的这个计划者吧 一个计划者 然后就想到了 诶在这议会员里边 肯定有天主教的议会员 然后那如果一炸 他们不也死了吗 所以他就偷偷放 放哨给这个天主教的参议员 这个议员呢 就直接背叛了他们了 就就把这事给告上去了 就把他们的被捕了 这是一叛徒是吧 对 然后呢 呃 发生这件事之后了 就即使在英国 11月5号就变成了一个节日 呃 他们去烧这个盖伊福克斯的面具 大家都在欢呼 就是说呃 就是他们这个阴谋 没有实现 虽然成了一种节日 但是在影片中 11月5号就变成了另外一种解读 其实这片子有两个角度来看 对吧 嗯 你可以从他是一个复仇的角度 对吧 另外一个角度呢 就是他这个电影受追捧的原因吧 嗯 就是解放解就是自由啊 对吧 让人们自由 对 所以说这个片子 告诉人们一些真相 这个片子他好在什么地方啊 就是说他能唤起一些人的思考 嗯 我觉得这个 而不是浑浑噩噩的过生活 对吧 对 而且在这种 其实我觉得 尤其是在这种极权的国家来说 这种东西真是特别敏感 而且煽动力特别强 对 但是 嗯 其实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 看起来是很正常的 但是也是比较机械化的 嗯 对吧 嗯 到了晚上有各种各样的约束 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这个监听 对 它里边处处都在显示着监听 就是 就是你的生活其实是被监视的 这样让人感觉很不安全 对 感觉是楚门的世界 对 你的移动大家都知道 但是楚门的世界 当时那个导演说的 这句话吗 不是不是那个导演 就是把他安排的那个小岛上的那个人 其实就是这个永远在播放电视剧的导演 嗯 他说我给你提供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呃 很安全的世界 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 嗯 但是你出去之后呢 你会见识到你从未领会过的残酷 嗯 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嗯 嗯 其实这些国民也是一样的 对 嗯 生活在一个安静平和的世界 嗯 其实有些 但是楚门最后选择了走出那个门吗 对 其实就当时大家都在讨论 比如说楚门的世界 他最后选择要回到真实的世界 还是在这么美好的生活中继续下去 嗯 对 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有可能就留在那个表演的世界中 我觉得那样生活的很安逸 那不可能 你怎么知道外面世界是好是话 对 你肯定想去体验一下 因为你生活在一个谎言里 一个正常的反应 肯定会去看出去看一下真实的世界 到底是什么样 对啊 是 我觉得说 其实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现在生活在楚门的世界里 对 现在这真的是在真人秀 对 其实我们很有可能就是这样的监视中 所以 别我们就是你 对就是你 其实 其实这就是所谓的阴谋论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英文咯 你看他其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说那建筑是个象征 当然说的是一会大厦 摧毁他的行为也是 这是威说的 人民给予了象征的力量 象征本身是无意义的 但如果人如果够多的话 榨掉一栋建筑就能够改变世界 嗯 这确实只是一个行为 一个简单粗暴的行为 对啊 但是他这个行为 让这么多国民 你看最后所有的家都是空的 就是就是这么说来吧 就是说你觉得 嗯 你特别支持威的这种行为是吧 我不是支持 我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这个电影 对啊 是啊 就是说你是选择成这种角度 也就是 因为如果我作为这个国的国民来说的话 我也是不想生活在谎言中的 我也想要自由 但是 就是说当你没有意识到这些时候 你一样生活的非常快乐 不快乐呀 我晚上十一点之后不能出门啊 我有各种各样的约束啊 就可能我不知道有人监听我 但是我有各种各样的约束 而且我还 这个秘密警察 对吧 无处不在 这个国民其实是知道秘密警察的 因为当时你看 那个纳哈里伯德曼 那个人一亮 他那个身份证明的时候 嗯 还有知道他秘密警察 然后一下变得特别谦卑 之前还挺 这个态度还挺蛮横的 嗯 他们是很惧怕他的 所以他这里面有一句台词 就是人民不应该惧怕他们的政府 政府应该害怕他的人民 我倒是觉得 这个片子有一句特别好的台词 就是说 如果你们想看 呃 犯罪是什么 大概意思啊 具体我忘了 就说那你只要照着镜子就可以了 对 其实就是说 每个人 为什么社会变成这样 就是每个人推动他变成了这样 嗯 是不是 就尤其是在中国有一点特别有意思 这你别说了 不是我没有 我没有说政府啊 怕什么呀 我只是说中国的现象 就一些现实中存在的这种现象 就比如说咱们现在每个人 呃 都在去骂这个腐败去腐 就是腐败不好 骂这些贪官怎么怎么样 但是他们又是 他们骂这个腐败是出于一点 就是在说我嫉妒他们 有很多人 你能从 你能从很多的人口中听出来 如果我要是当了大官 嗯 我也这么干 或者说 哎 你看这些当官多好 哎 我要当个官多好 这无意中就表现出一种 他不是去反对腐败 而却嫉妒腐败 是这么一种心理 嗯 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是盲从 就是你从现在的网络上来看 有很多人 他是不明事情真相的 但是比如说出现了一个微博 或者出现了一个新闻之后 他就会去狂轰乱炸 对 然后瞬间就能够聚集起一大堆的 弄忙跟自己看 对 所以这就说明了 这个是特别可怕的 对 这就是刚才V说的那句话 其实每个人就是反对者 所以那句台词 其实这个片子特别好的一句话 然后所以这个片子 就是从这些表现 咱们刚才谈的这些角度来看 这个片子V的好的地方 就是在觉醒 让人们去觉醒 这个道理 而且其实当时里面有一个小故事 这个也用花了不少笔墨来说 就是那个女同性恋的故事 记得吗 那女同性恋不是这个 新总统上台之后 就开始各种 这个拿同性恋人去做实验 然后把他们都套上黑袋子 对吧 当时不是这个女同性恋 被剃光了头 去跟V在一个地方 给他们做实验品吗 他当时写了一封信 信里有一句话 就是说我们的尊严不值什么钱 可它是我们唯一真正拥有的东西 是我们的最后一寸领地 但在那一寸领地里 我们是自由的 对 所以这个对于一些特殊的群体来说 他们的尊严也没有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 只要当你觉醒到 你的利益各方面发生了冲突 你就会去有这种求变的心态 就是很多人 他都是这样 但是你说可怕的地方就是说 如果V也是一个阴谋家 对吧 他把这些国民全部都洗脑了 其实这是他的一个 然后他把这些国民全部都洗脑了 推翻政府了 没有首相了 不是 没有总统了 对吧 对吧 然后这个高官全都没有了 那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将来 他也死了 对啊 所以我就说 就乱套了 所以我说V 其实不好的地方就是这点 他只是唤起人的这个意识 但他没有 没有引领人们走下去 他一直在说 我的躯体 我的面具之下是一句思想 但他没有说思想是什么东西 他只是在不停的说思想 但从来没有告诉大家什么 他的思想是什么 所以这种是一个特别盲目的东西 所以他其实很自私的 就是想去复仇 然后把其他人也就洗了脑了 每一次革命吧 其实都是不同的阶级 想得到的一些东西 他们才去变革的 当变革的时候 如果反对的那些人 他永远是我现在拥有利益 所以我就不去变革 但当时那些没有 现在没有权利 没有利益的人才去变革 所以这个东西没有错与对 对 所以说 就它是两面性的 它好的一面是让这个国民 有了自由 也要有了思想上的觉醒 对 所以放在咱们每个人身上 其实就是你过好自己的 做好自己的就可以了 不用想那么多 因为这个东西 大家都要就是独立的思考 活着就是为了自己 咱们只要每天 每个人过得都非常快乐 这样就可以了 那每个人都快乐的话 那这个国度就是特别快乐的国度 就是一个天堂 而且这个片子的编剧 还是卧卧司机兄弟俩 姐弟俩应该是 他们来写的 当年他们拍了黑客帝国 然后就玩了这个 其实他俩还一直都是我比较喜欢的 就是导演吧 你对变形人 不是就是一个变了吗 而且他们里边吧 用了很多 有很多特别细节的东西 就是现在我给大家放一首 威德华队的片尾曲 Concerning non-violence It is criminal to teach a man not to defend himself when he is the constant victim of brutal attacks Sex and race because they are easy visible differences have been the primary ways of organizing human beings into superior and inferior groups and into the cheap labor on which the system still depends we are talking about a society in which there will be no roles other than those chosen or those earned we are really talking about humanism is to try and make white people be shot away to some of their senses because if they don't wait they're going to find out that this little negro that they thought was passing has become a roaring uncontrollable lion right at their doorstep not at their doorstep inside their house in their bed 大家听到这个是威德华队的片尾曲 这三段话好像因为版权还是什么问题 是基努里维斯主演的 其实他是一个驱魔人 对吧 在电影里 然后他等于说打了很多小鬼 所以在地狱里 他们都等着他 对吧 我觉得这个片子的设定特别好玩 就是说人类 不是人类 上帝和魔鬼签了一个契约还是算什么 反正就是这种河团 对 然后就是说魔鬼不能去 就是主动的去 把这些人拉入地狱什么的 就是说他不能直接干涉人类的生活 但是他可以诱惑你 对 他们就是诱惑 所以说这个有一个敏难老爹嘛 就是那个黑人演的 他开了一个酒吧 他的立场是坚守中立 他本身曾经是一个巫医 他的这个酒吧是鬼魂的避难所 所以当康伞丁走入这个酒吧的时候 很多人都那个 对吧 对 都等着他下地狱 弄他呢 他的仇家特别多 所以他也是非常怕下地狱 但是很可惜 他得了晚期的肺癌 马上就要死了 因为吸烟果多 对 你看他在电影里 就是一根接一根啊 当时已经快死了 特别害怕去地狱 但是他本身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 所以他也没法去天堂 这里面有一个大天使 大天使 加本利 是他呢 就是后来他是跟地狱之子 不是 跟这个撒旦之子合作 其实我是特别喜欢大天使那个演员 蒂尔达斯文顿 对吧 对 这个蒂尔达斯文顿这个演员呢 最广为人知的 当然还是那个商业片里面 纳尼亚传奇里面的冰雪环后 是吧 他本身这个人长得是棱角分明 特别有贵族相 特别与众不同 就很多这个奢侈品的品牌 特别空敏 奢侈品品牌特爱用他 因为觉得他特别有贵族相 特别高贵 特别优雅 他穿那个西装还挺酷的 对 其实他是有点男下的 所以我说他是不是女同志啊 不是吧 然后生下的就是一些比较烂的电影了 就是极其烂的 比如说猫女 就是咱们在编曲的时候简单带了一句 她是哈利贵瑞演的 对 这一版的猫女虽然说也是在用鞭子 也是穿着漆皮的SM服装 但是感觉特别做作 这个猫女的连一些动作都特别丑陋 极极丑陋 和那个我玩生化危机里边忏吃者的动作一样 就爬那墙的时候 爬墙的时候 是跟蜘蛛侠一样的动作吗 反正就特别恶心 特别丑 而且他的造型也特别奇怪 也不像猫女 像一个黑色的猫头鹰 你就是种族歧视啊 是不是因为人家是黑人 他的服装特别丑 就是露的多一点 他那个头盔上面有一个特别大的猫耳朵 然后这个 有一个奶罩 是吧 奶罩人配鞭板 大腿上跟鲍娃似的 都撕着 都撕着大口子 对 走路的时候 那个屁股扭动的幅度是非常大 对 反正 跟我心想中的猫女特别不一样 特别骚猫 对 反正大概这篇讲的就是说 这个猫女呢 她是一个在一个公司干活的 一个这个做化妆品公司的一个职员 然后她发现这个公司的一个惊天大秘密 就是用这个化妆品用了好多久之后 这个脸就会毁容之类的 嗯 就说她喊一个 然后老板就把他 对 然后就给他弄死了 他之前救那只猫救了他 那只猫好像是什么埃及的某个什么 埃及这一猫 猫有九条命 对 那猫特别神 其实是 那猫把他给救了 救完他之后 他就变成了猫女 对 他去粉碎那个公司的阴谋 其实他都不是保卫一个城市 他就是粉碎一个公司的阴谋 对 我估计他遇到第一个挑战就是这样吧 反正我心目中还是 定波顿那版猫女特别棒 从他那个设定啊 还有他怎么变成猫女 都特别符合 包括这些外形啊 而且演的也特别棒 而且你看这部片子哈利威瑞还得了那个金酸梅 金酸梅 金酸梅 你该说什么金酸梅 怎么可能 而且特别牛逼的是 就是哈利威瑞的精神还是可嘉的 他去领奖了 还发表那个演讲 感谢大家 是吗 对 那不错 这金酸梅不是今年也有人领奖了吗 对 嗯 我记得以前有个特别 那个牛逼的影星叫什么 曲塔福特 好像他也得过金酸梅 哈利威瑞不是还得过奥斯卡影后 曲塔 对啊 是 演那个什么 地球战场这部外星人打地球的一部电影 嗯 反正还有一部就是 西部英雄 约拿 哈克斯 哈克斯 对 这个阵容也是很强大的 其实强大在于他有梅根 嗯 对 就是你刚才说到你也特别喜欢的大兄妹 是吧 对 他在里面演了一个妓女 嗯 嗯 其实 嗯 这个梅根啊 就你又没有发现一点啊 他的照片永远是就是半身的 或者是 从那个屁股往上 或者他老是穿裙子 对 你知道为什么 他腿短 但是其实在这个变成金刚里面 他是穿裤子的 是 就是说大家看到他照片 嗯 就很少有全身的 因为他腿短 他是稍微有一点五五 对 就这点让我挺不开心的 五比五身材 但是他腰巨细 对对对 尤其是在西部英雄这部电影里面 嗯 穿的那个服装 加上这个 但是他还是很美的是吧 对 就咱说说约拿哈克斯吧 他是一个赏金猎人 在此之前呢 他是一个革命家的手下 嗯 这个是一个将军 嗯 他把这个将军的儿子杀了 也是他曾经最好的朋友 因为这个将军野心特别大 要怎么颠覆这个世界乱七八糟的 嗯 然后他就 后来被这个将军把 在当在他面前 把他的妻儿给烧死了 嗯 还在他脸上落下了一个烙印 嗯 他又过了好久之后 快死的时候 被一个什么神秘的部落给救了 嗯 就是也是 估计是也是会点巫术的 这个意思吧 嗯 然后让他复活了 嗯 复活了之后呢 他那个把 用斧子站着 那个 烤热之后 把他脸上那个烙印去了 然后他就开始 做一个赏金猎人 因为他已经成为 一个行尸走肉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 他值得珍惜的事了 嗯 他就去上 做赏金猎人 杀人还可以拿钱 嗯 嗯 然后后来他的 总统呢 就招 招 把他招回来 让去对付这个将军 因为在此之前 他是误以为 这个将军已经死了 嗯 然后他又去 回去对付这个将军 然后 就是 粉碎他的阴谋 嗯 嗯 大概就这么一事 那片子呢 嗯 也不怎么地 片子也不怎么地 完全不怎么地 没跟着出现 也没有任何作用 对 其他出场也比较少 对 嗯 其实咱们后面说的 这几部吧 还有这些电影 这些人物吧 嗯 就算 呃 比较另类的英雄吧 算是可以这么说吧 对 这些漫画人物 嗯 呃 由于就是咱们开头不也说了吗 DC的这些人物 要不特别好 要不特别使 对 而且其实大家 在群里的时候 我问啊 咱们的电影部聊QQ群 嗯 我问大家 很多其实都没看过 只看过 威和首相者 嗯 还有蝙蝠侠之类的 对蝙蝠侠 就不能说超人 这个上期咱们说的这两部 还是比较广为人知的 但是这期咱们说的一些 很多大家都没看过 当然了DC还有很多电影 就是毁灭之路 暴力史 星辰 绝命反击和炊烟战场 这五部电影呢 是因为他们呢 不但没有超能力 也不算是侠客 嗯 所以我们就不在DC超精雄 这个主题里面说了 将来别的主题 有合适的时候 我们再跟大家说 嗯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的演出 不是 不会的 不会的 那我给大家 献上一首歌曲吧 好吧 其实DC的 如果想看的话呢 除非你是漫迷 你要漫迷的话 这期我们发的那篇单 你都可以看一下 那如果你是想 看一个电影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V和首相者 这不用说了 然后康斯坦丁 可以看一下吧 嗯 剩下的 其实就不推荐 大家花时间去看了 嗯 行 那咱们先到这儿吧 嗯 好的 好吧 行 那 OK 拜拜 大家 大会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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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真是 五六五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